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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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日均的调用量 这是两点 第二点就说我们整个的一个架构 其实是个扁平架构 核心的话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数据总线 等于是做了一个这种CDC的数据同步 然后基于我们这个宽表平台 就是说基于这种增量的数据 做一个实时打宽 这都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核心点 这个后面我们会说 然后再往下就是数据服务化 也就是说我通过配一个circle 这个circle就说我要取数的逻辑 基于这个逻辑生成一个接口 然后去服务上层的这些应用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整个流程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数据同步 第二个就是说 把这个多不同的数据员的数据做同步 同步之后呢 生成这个实时宽表 实时宽表那你要支持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支持外界的打宽 要支持外置的state 就是我没有state的概念了 不会受state的困扰 第三个就是我要支持全域的这个数据拉宽 第四个你还要保证这个数据的一个有序性 然后就是推到cleanhouse里头 因为整个它是一张表 所以说做了一个扬长臂短 cleanhouse我们知道单表查询的一个极致性 所以说基于这张宽表 它可以做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一张表做几千行的这种分析 这种上段下段的分析 然后最终就产生我们的上层的 基于实时的这种数据产品 第二点就是我们当时 为什么选择了斯伦帕克 没有选择其他的 所以我这边的话 大概列了三个产品 我没有写名字是为什么 就阿帕奇有一个点就叫单点极致 我没有选它 不是它不好 它在某些方面好 但是我们要满足我们个人的 我们企业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当时我们对比了一下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产品 能在一家中大型的公司中 能做到一个完整的闭环 你可以有一点能力缺失 但你整体要是一个完整闭环 我们当时看到斯伦帕克 它的Kubernetes的模式的支持 它的任务的运维管理 它的社区活跃度 还有一个多版本支持 都做的是相对最好的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们决定要深入地了解一下它 跟它交个朋友 所以我们后面就看了 第一个就是说 它怎么做Kubernetes的 我们昨天有一场演讲 就是这个联通的 我跟联通的老哥是一样的 都经历过那个 用脚本 就是手搓脚本那个历程 所以说它怎么做作业提交的 所以它这边就是说 首先呢 你要提供给它一个贝斯镜像 这个镜像就是提供一次 就是Flink的贝斯镜像 然后的话 你会在这个斯伦帕克的界面 去写circle 对吧 它怎么做呢 它是做好了一个模板 代码模板 有个空 把这个circle填到这个空里头 基于这个 这个逻辑打一个架包 还有你的connector 它把这三个东西 揉成一个 揉成一个 斯伦帕克的镜像 把这个镜像 推到哈勃尔仓库 这是它做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像Kubernetes 发一个job的一个 YAML文件 告诉你Kubernetes 我要基于某个镜像 进行一个作业的构建 好 这个作业就跑上去了 所以我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就要做这一个 Flink和贝斯镜像的提供 其他的我都不需要干了 不像以前 每个任务都要写一个 相对的一个脚本 这个就都去掉了 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它要求依赖你这个宿主机 具备Docker的能力 这是一点 这一点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你要反复地去打镜像 也就是你每一次运行 都要打一个 这叫做混合的镜像 你的逻辑 你的贝斯镜像 你的connector 这个镜像我们看 大概是两到三个G 因为我们业务 大概需要八到九个 这种connector 你三百个任务 五百个任务 你想会产生很多的 这种大量的 这种冗余数据 需要你去删 这是一点 它会产生非常多的冗余数据 它对整个 这个Swap是比较重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它限制了它上云的能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你要步到Docker上 你要步到Kubernetes上 产生了一个Docker in Docker的问题 所以说 如果你不能上云 其实这 如果你能上云就很容易了 我们之前有个运户 有八百的任务 甚至马上就要超过一千个任务 他说 我这个任务很多啊 我希望这个Swap 支持一下这个高可用的能力 未来能不能支持一下负载均衡的能力 如果能上云 那你做一个dependency 你的高可用就解决 你做一个ingress 你做一个路由 你的负载均衡就解决 就很容易 所以说要支持它上云 也就是这时候我要剧透一下 就是我们最新的版本 DV分支 马上就要出来 就是基于operator做的 它做的是特别的轻量 也就是说底下这一部分 打镜像的工作 全部就给干掉了 它只做一个工作 就是生成那个亚妙文件 向Kubernetes提交 所有组装的工作 都是由Kubernetes自己完成 它去找这些东西 然后在Kubernetes上面 做一个镜像构建 然后跑一个任务 这就是我们说最新的这种模式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多版本部署的一个能力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 没法拒绝的一个点 就是说它可以 同时呢 运行多个版本 你14151617都可以 如果今天出了一个18 有一个新特性 很吸引你 你很想用 没有任何问题 你把它加上 它马上就可以跑 同时呢 它又支持多的这种资源管理器 就多版本和多资源管理器 是混合在一起 都可以定型地去支持 这就产生了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的企业 有这种production和non-production 就是批作业和留作业的时候 你有时候希望说 我的批作业跑在样上面去 因为样的话 都跑批作业会好一点 然后我的这种留作业 因为它的7乘24小时的运维成本 我希望给它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我让它去cubernet上跑 这都没有问题 它可以面对复杂的这种 公司内部的这种业务场景 这一点是我们当时没法拒绝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当时选了它 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些生产实践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 当时我们曾经啊 就作业流程特别长 效率特别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历过这种 就是你要做一个 Folink作业开发 你在本地编码 编完码还不算完 你还要做开白 就开白名单 你很多连接器 你是没法访问线上的 所以你要开白 开完白之后你调试 调试之后上传镜像打镜像 然后继续镜像部署 非常的繁琐 你到SUNPAC就两步 你写个circle 然后接着这个circle 你一提交就完了 没有那么多事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 降本增效的一个过程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的开发调试会特别的困难 因为你的这个circle 是没法直接提交 变成一个这种线上运行任务的 所以你一般的做法就是 拿代码嵌circle 你的逻辑可能是竖仓 他很喜欢用circle 但他又没法完全用circle去提交 那他就外面写代码里头 嵌这个circle 那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你的条是特别难 在ID里头他会窜行 然后呢 他没有这个circle的版本管理 你没有版本 没法回退 没法做语法的校验 这都是一个问题 你可能一个字符串写错了 你要花很长时间去盯正它 然后第四点就是 你这个程序跑circle 你一跑 他报错了 他报哪一行 你在这个里头 它是窜行的 你找不到具体是哪一行 这点很麻烦 然后我们说第三点就是 版本难以升级 代码质量难以保证 就我们内部 都是希望所有的开发者 都是基于circle来写的 这有两点好处 第一点好处 你为什么 我们当时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 这种GC的超时 这种内存溢出 都是因为这个开发者 他对Flink的底层原理不了解 但是他又用了 非常底层的API 这一行代码就搞出问题了 而且排查非常困难 如果大家都用circle写 由circle自己生成这个代码 这个质量是相对来说是高的 这是能拉平的 第二点就是 你的版本升级的问题 那它的API虽然会有兼容 但是还是会有细微的差别 所以你每次升级 都会是一个大工程 但是用circle 它都是基于这个叫做 安森circle的标准 所以circle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们的升级 我们就是改一下我们的那个home 就是sroom park会有概念home 你把home一改 你这个就是17了 你再一改 这就16了 这个版本是非常容易升级的 而且你的这个逻辑也特别容易 我们看circle 大家一看有什么问题 你要看代码 那就麻烦了 然后第四点就是 我们之前呢 就是作业用途不明 责任人不明确 我们之前呢 是把作业都布在Cubernetes上 对吧 那Cubernetes有个概念 叫Namespace 也就是说我的一个 这种一个部门 我就一个Namespace 来通过不同的Namespace 来区分不同部门的作业 这时候问题来了 这个部门底下还有很多人呀 这个人和这个作业怎么映射啊 这个作业还有可能 它很有描述 这个作业是干什么的 这个都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当时就靠这个人际呀 所以我们用了Sermon Park 有个什么好处呢 它能很快速地 跟你企业内部做结合 第一个它基于LDAP 也就是说我的用户登录进来之后呢 它直接基于拿你的LDAP里头 会有你的这种部门 基于你这个部门 直接在上面 首先会建一个项目 然后把你这个人 把你LDAP这个人 放在这个项目下 所以说直接自动的 所以你的项目 你的人在哪个项目里 它自动都给你基于 你的LDAP结构 给你构建 然后你这个用户 挂哪个作业 它都会有 这个作业干什么 它知识量 第一个你可以写描述 第二个你可以tag tag的话 我们做一些小的logo标记 这个作业是bush作业 这是干什么的作业 你可以做一些小的标记 极大的方便 就是说定位 这个作业到底是谁 就干什么用的 这个点 第五点的话 就是你解决这个 作业配置部级中 难以管理的问题 我们之前是什么呢 你一个job 你一个就会 有一个相对的 一个configure 一个logo configure 你另一个作业 又会有一个configure 到了swinpad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它会被一个global configure 也就是说我所有的作业 我的用户 其实并不想关心我这个作业的配置 我只想完成我的业务逻辑 然后能让它跑起来 能产生我想要的数据 就完了 这是用户想的 你现在告诉我 我还要配一大堆东西 你还要沾这个沾那个 给你一个flink网址 你去找一下你要的参数 这个都是他们不想考虑的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global config 也就是绝大作业 90%的作业 大家的配置参数是一样的 只有那10%的作业 它有特殊的需求 它可能要求内存很大 要求吞吐量 所以我们做一个logo configure 我们专门为它定制性地找一些配置 所以说它会先读logo configure 没有它会读global configure 所以说这一点的好处 然后第六点就是 我们的一个监控查询的频繁 就是我一个作业出问题了之后呢 那你业务人员他就会想 那我想看一下 因为在cubernize的post就被杀掉了 看不到日志 他就说我想看一下这个监控图标 我想看一下咱们的e.lk 我想做一下问题的排查 这时候你就要给他网址 给他网址之后呢 他还要什么 要这个OPSNID 没OPSNID查不到 或者是他要拿这个任务名 这时候这就是基本上是三步 然后史诚帕哥怎么做呢 他可以做这个e.lk graphana的集成 也就是我一个作业呢 肯定会有一个location name 对吧 它会做一个 你可以做一些标签 也就是在你的页面上做很多标签 这个标签呢会挂一个动态的路由 把你这些想弄的参数 做一个动态团团团团团团 也就是这些标签都在你的界面上 你一点跑e.lk了 一点跑grafana 你看到你监控你看e.lk 所以你运维人员不用每天跟他说 你去这个网址你去那个网址 这都解决了 所以解决一些运维的问题 然后第四点 说一下我们 就是未来的一些规划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属于park上做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 就公司内部做的就是说 林青路的自动构建的实时宽秒 它具备三个能力 第一个能力就是说 要全域实时地打宽 第二个呢 要秒级地食言 第三个呢就是无需考虑状态 然后接下来呢 有我的另一个同事 以视频的方式给大家讲述一下 他的一个 一个效果和他解决的核心的痛点问题 大家好 我是自助当事业平台研发 梁艳生 今天由我来介绍一下 实时宽秒平台 我们的实时宽秒平台 主要面前的用户有产品和研发 产品的话 只需要通过拖拉转 进行宽秒的构建 分析师和研发 是像是Hive Circle一样 就可以完成宽秒的构建 不再需要关心 内存的大小的占用 和状态的大小 和数据相关顺序的问题 我们的数据打宽操作 只需要在一秒内就可以完成 不用再关心数据时效的问题 下面来介绍一下 我们平台的架构 主要分为交互层 解析层和部署层 中间件和所属层 交互层负责用户输入的接收 主要有可以通过拖拉转的方式 或者Hive Circle的输入 解析层的话 通过解析用户的输入 生成福利根任务 然后通过Slimpub进行部署 部署到K5S上 我们依赖的中间件和存储 主要有Kaioka MySQL HBS 和HDFS 先来举个例子 来介绍一下我们 空人平台实现的效果 有三张表 有Grade表 Bus表和House表 Grade表和Bus表通过Bus number进行关联 Bus表和House表通过House ID进行关联 下面来看一下我们固定的宽表的数据 现在Grade是Grade是F 然后Room number是1000 我们可以把Grade改成A 把Grade把上游表的Grade改成A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宽表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已经变过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把上游表的这个宽表现在Room number是1000 我们把上游表的Room number改成999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宽表 哦 已经变过来了 好 我的部分介绍完了 这个实实宽表它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说在流上面很难用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噪音问题 Fling提供了几种噪音方式 第一个就是Rite的噪音做双流噪音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维护两个很大的状态 你interware噪音其实在双流噪音的基础上加了一个TTL 这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Tamro噪音 就是Lookup噪音 前面几种噪音都有一些 Lookup噪音的问题是只关心主流变化 也就是说你微表的变更 是没法更新以作用的数据 它们的问题是什么 以前没有宽表平台的时候怎么开发的 就是你这个数仓人员首先很了解业务 我能拍着胸口说这个数据一定能关联上 保证用户使用实时数据的一个体验 这时候呢它还需要配一个离线调度 做T加1的这个数据更正 因为它再了解也一定会有意外的情况 这是之前的用法 用了实时宽表之后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下游的存储它支持partial update partial update 它又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它要支持这些表要有一个共同组件 所以我们之前也说了一个有业务规模的企业 它一定是复杂的 那你没有业务组件怎么办 你没有共同的业务组件怎么办 就是我说的一个叫外界打宽怎么办 那你A表和B表关联是ID AID和BID 那你B表和C表关联是通过比如说 B内容和C内容关联 你这种partial update 这个价值就来了 秒级的食言 那你的业务都可以用 颠覆业务的使用需求 又实现全域的打宽 你的分析师都不需要写作用 直接CELAC的 一页CELAC就完事了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蓬勃的 两千万家的一个日调用的一个诚信 所以最终我们回到主题 就是说我在3PAC最终做的一个产品形态上 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剧透了 3PAC现在做的最新的 有做这个开套的管理 所以说以后我们有了原数据 那我们基于原数据做 那我们想要哪些表 做实实打算 一点一选 直接就生成实实判表 这是我们说最终的一个效果 一个产品效果 然后我们说下级 第二点就是 还要集成AIGC的功能 因为3PAC很多的东西 你要在上面写CELAC 这时候有个问题 我都有原数据了 我还要写CELAC吗 我直接告诉他 我要哪个表和哪个表关联 或者我哪个表要做什么样的分析 你给我生成代码片段 我希望未来的工作是 代码片段的联合工作 而不是我完完全全一个人手搓 第二点就是说 有一个代码片段 我需要很快地了解他业务逻辑 给我生成中文语言 这是我希望说 属于PAC未来具备的一个能力 极大的提高我的人效 你说你写一万行的代码 写一万行的CELAC 写八千行的CELAC 到底有多少是和谐逻辑 大部分都是从那手搓呢 就这部分代码 都可以用AIGC去给它做生成 甚至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给这个SURCO做一些优化建议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这一点 集成AIGC的能力 然后下一点 第三点就是 SROOM PARK呢 我们说 你已经有流的处理了 但是呢 还是有P的场景 还有很大的P的场景 这些P的场景怎么解决 我们说SROOM PARK 你不需要完全高等调度 因为我们基于血缘自动生成调度 这点已经在阿里 他们那个平台上都有 就是你不需要配调度 直接血缘自动生成调度 你去看看这个调度 对不对生成 这个我们在内部也实现了 未来我们也希望 能贡献给SROOM PARK 让SROOM PARK支持 这种离线的 竖仓的构建能力 不仅是实时 要有P的混合构建 然后谢谢大家 今天我的演讲完毕 讲完毕 你好 你好 问答 不些什麽 说提 unused 说提一些反光的 很大 但是这些说 Mod啦 是رain看部 com的一些 是ROOM PARK üss 在乘 ads 不是ROOM PARK 能控制 其实这是一套解决方案 它里头是 其实它跟ROOM PARK 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但是斯文派我们希望是 它是一个好 能做这个东西 因为它已经有 比如说原数据这些东西 它怎么做的就是 其实它把状态外置 第二个就是说 你这种叫外境关联有个问题 就是你的微表变更之后 你没法更新你状态的数据 那你要怎么解决反差的问题 就把这个微表变更的数据 再给low出来 再重新给它关联 关联之后再去insert到下游 它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所以未来可能会 跟Pilot有合作 跟斯文派有合作 它是一整套的一个东西